大家好,我是冰哥 大鱼大肉都吃腻了 今天我为大家分享一道非常清淡的菜 素草三丝 这道菜做出来清淡爽口 还非常的简腻 而且这样搭配出来 颜色也非常的漂亮 看上去就非常的有食欲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下面就请跟随我的视频 看我是怎样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根新鲜的窝松 用刮皮器将窝松刮去它的外皮 选窝松一定要选用这种绿色的 这种绿色的吃起来比较清香 也比较脆嫩 窝松还有一种黄肉的 那种窝松口感就没有那么好 做出来颜色也没有那么漂亮 去皮之后放一旁备用 再准备一根新鲜的胡萝卜 将胡萝卜也同样刮去它的外皮 再准备一结白萝卜 将白萝卜也用刮皮器刮掉它的外皮 然后我们开始来切丝 将窝松切成10厘米长左右的长段 然后我们再将窝松切去一点 再趴在菜板上 那样窝松就不会滑动 再将它切成薄片 厚度大概在4毫米左右 不要切得太薄 切太薄的话 做出来口感就不会那么脆爽 再将窝松摆放整齐 再均匀的切成细丝 切好之后 将它放入清水里面 将胡萝卜切去它的头尾 同样切成10厘米长左右的长段 同样的方法 切去一点不要 再趴在菜板上 也同样切成薄片 厚度跟窝松差不多 如果刀工不好的朋友 也可以用擦丝器将它擦成细丝 再同样的方法 把胡萝卜片摆放整齐 再将它也切成细丝 切成这样就差不多了 也不要切得太细 切好之后 和窝松丝装一起备用 将白萝卜也同样 切成10厘米长的长段 也将它切成薄片 也是同样的方法 将它摆放整齐 也同样均匀地切成细丝 切好之后 和胡萝卜丝装一起备用 再准备一个大红椒 将大红椒去除它的籽笛 然后再用刀从中间片开 再切去它的头尾 再将红椒也切成细丝 切好之后装小碗中备用 再准备准备 再准备准备准备 再准备几颗大蒜 将大蒜先用刀拍碎 不喜欢吃大蒜的 可以不放 拍碎之后 再将它切成蒜末 蒜末可以稍微切粗一点 切好之后 装小碗中备用 然后我们起锅 加入适量的清水 水中加入适量的食盐 入个底位 再加入一点食用油 水开之后 再把切好的桑丝 给加进来 再用锅厂轻轻的推动 让它受热均匀 水开焯水 30秒钟左右 就可以了 焯水时间 千万不能太长 不然的话 做出来的口感 就没有那么脆爽 也容易炒成稀碎 那样就不美光 焯水后 再用烙烧 将它捞出 捞出之后 再将它倒入清水中 过凉 然后我们起锅 加入一勺猪油 开中小火 将猪油化开 猪油化开之后 再下入大蒜 然后把焯水的三丝 给加进来 开大火 快速的翻炒 防止它出水 大概翻炒 三四十秒钟左右 然后我们开始调味 一小勺食盐 适量的鸡精 少许的生抽 其他调料就不需要了 再次快速的翻炒 将调料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之后 再把刚才切入的 红椒丝 给加进来 继续开大火 快速的翻炒 将大红椒炒至淡生 大概翻炒 十几秒钟左右 就可以了 好了 炒成这样 就可以出锅 装盘了 一道清淡散口的 树草三丝 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 清脆爽口 开胃下放 还非常的简腻 喜欢的朋友 就赶紧疏散起来 自己在家试试做吧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如果我的视频 对您有一点点帮助的话 麻烦伸出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免费的小行星 鼓励一下 您的每一个点赞 关注 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也是我前进的动力 点我头像 还能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非常感谢大家 一直对我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